各位網友大家好 又是聰明煮飯的時候 今集是西非里 今集煮的是澳洲禿心花菇炆一字牌 之後還要加一些鮑魚 你看到這個菜式好像常常見 不過只會在新年 由於我家的家人從外國回來 所以就要獻客一下才行 其實這款菜很簡單 特別是現在 很多Youtube都這樣 全部都做好 混合一碟就做好了 非常簡單 如果想看看怎樣可以浸發這些海參 這隻澳洲禿心 剛剛好 又有一點彈性 又不會太軟 記得看我之前教過大家 怎樣浸發到這樣的狀態 這個浸發已經用了4天的時間 所以都很有心機的菜式 特別是海參 懂得做海參的人 就知道海參 真的一點都不簡單 另外 這些我浸了一晚的花菇 如果想做得好一點 又給大家看 找些豬肉 糖 去炆 這個 由於時間關係 我只不過洗乾淨了 找些糖水去煮 煮完之後焗了一晚 這樣 去到這個狀態 這道菜很簡單 但是準備功夫 真的要有些心機 記得自己摁一摁 先處理這些一字排骨 一字排骨 我這裡買了70多元 大概買的時候 我在豬肉爐買 我的選擇會 選擇一件半肥瘦的一字排 然後斬的時候 就叫它斬大概兩隻手指 這個步驟很影響你炆的時間 所以我建議你 我們大概炆的時間 大概半個小時內已經完成了 就不要說斬得太大件 所以選擇食材也是一個要素 洗乾淨的時候 然後一如既往 再加一點鹽去散一下 OK 記得要小心手指 我也是用一些匙巾去散 散任何豬指和瘦肉 我也是這樣做的 散完之後 當然是沖乾淨水去 洗乾淨又瀝乾水 我們再加點味 這裡大概我會加兩茶匙的鹽 再加一點胡椒粉 因為這樣味道會比較中式 有一點腸腸的味道 加大約半茶匙就可以了 拌勻之後 看看我們什麼位置 我這塊骨牌 我看到它的筋 可能是大豬 筋比較厚 我會加一點生粉 一茶匙左右 它會鬆一點 當然如果你的豬比較瘦 你不用加這個生粉也可以 可以 拌勻之後 加一點生油 封一封 煎出來會更香 亮一點 這塊豬肉一定會好吃 醃的時間 一般來說 這些尺寸 起碼15分鐘以上 醃半小時就更好 一邊醃肉 一邊就剪掉冬菇 釘出來 冬菇用不需要把它一開二 就視乎你喜歡的大小 我這些叫寸菇 大概一寸 我自己就喜歡圓過 這樣放下去 出來的效果就像銅錢一樣 所以我就不把它開邊 如果你的大菇很大隻 當然一開二會好些 這些我剪掉之後 冬菇炳 我就會拿去炆 不要浪費了它的味道 這些冬菇水 我們又怎樣做呢 留下它 一會兒可能用來當湯 這樣炆 我們炆的時候 這些冬菇 我們先拿一下水出來 因為我們想入蠔油的味道 還有一會兒會有些包汁的味道 進去 然後我們就切這些海芯 海芯呢 如果你做得太軟 不像我這些 我這些做得剛剛好 是會適中 不會硬 也不會軟到爛 如果你有些太軟 切到它大概三隻手指 抬起來不會溶化 扁脾皮沒有來爽身的口感 所以這一點大家要留意 如果你像我這樣 差不多這些回彈力 不硬不軟 我自己會用兩隻手指 不用 一隻半手指 差不多 因為我這隻奧針 禿嬸也比較厚肉 一隻半手指 頭尾位 因為它有一個 折開咀位 我們寧願大顆些少 看到也很想吃 這些 有很多膠質 海芯刀切完 之後我們就要準備一些濕料頭 這些料頭 這裡有五六粒的乾蔥 這些大粒的我會選擇一開二 不建議大家炆的紅蔥頭 即是乾蔥 如果你一開四的話 很容易會炆到它不見了 甚至乎這些細小粒 我都會直接放進去炆 所以不需要切得太細小粒 薑片 厚一點 炆的東西 我會選擇用厚一點的馬 這些蒜子 輕輕按一下 因為這些日式刀 比較沒有那麼好拍 我想它鬆一點 但又不想剪得太細 我們就這樣壓一下 鬆一點 讓它做出來更香 最後當然要準備一些蔥 這些蔥頭 一會兒我們去拍一拍 一會兒都可以跟隨時辰 放進去炆 放在旁邊 有些頭頭尾尾 這些我們就要來 埋尾的時候 可能倒進去 這些頭頭尾尾 我們要用來出水用 來到出水的時候 出水的時候 要緊張一點 早點把頭頭尾尾的薑片 沖下去煮一會兒 出味 我們這個時候 當然要先處置這些海參 煮的時間 不用太久 主要是撒走 海鮮的腥腥味 除了薑蔥之外 我們想要加強 它的脆腥味的能力 隨便加一點 花雕 等等 它有些腥味 就會大大地減走 出水的時間 大概是10秒至20秒左右 就可以了 等待水再一次水滾的時候 接著我們當然是 給豬肉出一出水 來到賣老的時候 首先放多一點油 然後我們直接把排骨 輕輕地煎香 有點色 這樣會更漂亮 稍微煎到它有少少黃色 有少少焦 不要緊 正常都會有少少的反應 有少少焦 進一步提香 就放少少酒 一來可以提香 二來可以揮白它的酸酥味 接著 我們的紅蔥頭 分了兩次 因為一會兒可以放在面上 刮顏色 一會兒會出一點 這個蔥頭 我們一會兒才放進去 其他薑片 蒜 都可以放進去 因為我們都要跟次序來放進去 繼續爆香這些蒜薑 這個時候 都是用一個鬆鬆的火 就可以了 爆到一些薑和蔥頭 開始有少少變色 聞到有香味 就放這些蔥白 準備開始炆了 冬菇和蒸 我都放進去 還有這個時候 我們要快一點 因為我們醃骨的時候 有些生粉 有點黏黏的底 我們馬上要放這些有水的東西 再加海參 這盒是什麼 就是有些罐頭鮑魚的鮑魚汁 混合鮑魚 先加這個味 最重要是手腳夠快 這個醬汁偏向稠一點 這裡有些冬菇水 我們加一點 大概加水的份量 我們要去一般來說 拿平整餐的水量就可以了 冬菇水由於有糖 昨天浸淫冬菇的時候有糖 所以不需要怎樣加糖 你看我現在的份量還未拿平 加一點水或者雞湯 大概拿平就可以了 好 就這樣 我們就調味了 這餐東西 竟然是有冬菇的甜味 骨也有鹽的味道 所以我們加的味道 也不用太重 我會加一大湯匙的蠔油 用剩下一點就加進去 加上我們有鮑魚汁的鮮味做膽 所以這個是鮑魚汁混蠔油的一個汁 鮮味 我們加一點的生抽 不用太多 大概兩個茶匙左右 調味 想它更加香 我會補一點的胡椒粉 胡椒粉大概是一個茶匙左右 這裡補不夠 補一點 好 一個茶匙 這裡水滾起 我們調一個小火 用微弱的火力 炆30分鐘 到最後才看水量 會不會太多水 需不需要再去打蜆 再試味道 我們現在水滾 都可以先試味 好了 這樣就差不多水滾起了 馬上拌一拌 試味道 味道也是 寧願淺一點也不要鹹 因為一收了水就會更加濃 試一試 調小一點的火 可以 現在的味道 就對了 我加了多罐 鮑魚汁和蠔油的味道 淺一點的蠔油味 記得這個味道 寧願淺 都好濃 我們就調小火 隨它炆30分鐘 30分鐘過後 沒有花沒有架 馬上開來看看 整個過程 我都是用微弱的火力去炆 你會看到 如果煎過的排骨 它會有一點焦香的顏色 所以一定要煎一煎就好些 另外 醬汁就是這樣 有一點稠 要視乎骨 有沒有醃了生粉 這樣 第一件事 我們當然是 看看肉夠不夠軟 基本上 你的肉 一放進去 已經入了一大半 夠軟了 冬菇就更加不用說了 浸了隔夜 而且最重要是 近廚得吃 第二件事 我們當然要試一下 海參夠不夠味 嘩 真的好正 半小時 入了一半味 但它放心一點 都不會滑腥 但我覺得夠了 始終澳洲這隻畜生 比較厚肉 半小時夠了 如果你老太久 就做不到這些 這麼震腾的效果 我們還未完結 試一下適合味 現在的味道正好 所以切機 我們去燜之前 試適合味 寧願淡也不要濃 因為我們要燜了半小時 一鹹的菜 不能回頭 淡的菜 這時候可以再調多一次味道 你會看到它有很多水 我會埋稠一點 另外一件事 先打開一點 再加一些紅蔥頭 你會看到我之前煮的 已經沒有了 下去一盆的時候 已經可以加一些濕粉 慢慢推 推的時候 我們要調小一點的火 因為 免得粉一熟 就比較難去 一塊塊 隨時會 推均勻 我們才慢慢開大一點的火 之後 我們還有少少的技巧 就是有些叫鶴尾油的東西 我們加些少的麻油 其實麻油 有些人一路收芡的時候 一路分兩次到三次 收下去 芡會包得更好 均勻一點 顏色更加上是反光 我分兩次 不要加太多麻油 這裡大概兩三茶匙就好 如果不是麻油的味道 隨時又搶回頭 這樣 我推到陷上 掛掛掛地 將近完結的時候 我們先加這些青蔥 在青蔥半生熟的時候 已經可以關火 清不清 真的不是開玩笑 如果要等到新年才能吃 實在太可憐了 有時朋友來 親戚來 我們就做海參鮑魚 燜花菇豬肉 冬菇 一來是瘦物 燜了肥豬肉 這類的豬肉 就更加上是好吃 滑口的 OK 如果你喜歡這集的分享 記得按個讚 支持一下我們香港的 one man band創作 我們下集再繼續 一起煮 一起享受 下集見 拜拜 大家覺得怎樣 夠不夠拍頭 我覺得都有點害怕 大盆道 大概不過四賺吃 起碼叫做 看樣子也嚇得人 挺重 不夠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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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拍